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海外解惑片 我们继续回答网友的提问 周老师你好 想了解一下您怎么看待 担心被竞争者操的问题 我们是传统的建筑行业 销售建筑设备给供货商 现在是疫情 我们也开始做线上 把资料放到线上 但是会遇到一些老板的心理问题 资料上会显示我们的不一样 或者我们与其他的区别和特点 这些资料一旦放上网 或者微信客户竞争者 很快就会知道 他们也会很快抄 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我们要不停的创新 用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但是又担心很快被抄 搞得我们不上不下 到底要上网呢 还是传统的方式呢 小组人员是不是要恢复 以前的一对一的推销呢 你看你这个问题一问就知道 你的这个格局跟境界 实在是有待提升 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说你们这个行业被抄 你觉得教育培训行业 被抄的成本是不是更低呢 就当年的周老师 准备做直播的时候 是在2016年 我准备把我的课程 全放到互联网上 而且全部免费 我的董事会开会的话都反对 第一 如果放上去了以后 别人都听了免费的 谁还来听我新下课 第二 竞争对手会抄我们的课程 会复制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课程 而且周老师不是要把公开课放上去 是把我的品牌课放到互联网上 那当时呢 我就问了我 所有公司股东一个问题 我们做教育培训的发心是什么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对吧 初心是什么 初心是17岁的周老师 一穷二百 没有钱 没有实力 没有背景 初中都没有毕业 就因为看了一本书 富爸爸穷爸爸改变命运 当时我就发下大愿 如果这本书可以帮助我改变命运 我将成为财神的终身推动者 来帮助更多人 像我一样的人改变命运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来践行了富爸爸的理论 富爸爸说的书全买全写 全抄一遍 对吧 读无数遍 罗伯德星奇的课全部上 当我用了十年成功以后 实现了财富自由以后 我想起了我当年发的那个大愿 我想帮助曾经跟我一样的人 这是我的初心啊 对吧 我的使命是让一亿家族 实现财富自由身心富足啊 所以当时我就力排众议 培训行业所有的人 公司人都觉得我傻 所有培训行业的人都觉得我傻 没有一个同行这么干 我在2016年的时候 把我的所有的课程都放到了 抖音 快手 喜马拉雅 百度等等 而且没有一个付费专辑 全是免费的 直到最后流量做起来以后 官方找我们谈合作 让我们出付费专辑 我还不愿意 我还想做免费 但是别人说了 只要付费才有流量 因为平时才能赚钱 我才开始做付费的一些专辑 就是 我允许同行操我的课 你知道吗 我说我们的使命 是让一亿家族 实现财富自由身心富足 如果全中国 全世界 所有的人都开始讲财商了 我就不需要讲了 我的梦想就实现了呀 多好啊 这就是格局 这就像很多老板不愿意培养人 培养完了以后变成精神对手了 咋办呢 就是因为你不培养人 所以你的企业永远是小老板 对吧 你变成不了企业家 你永远是优秀 你进入不了卓越和辉煌 对吧 那你知道周老师培养人 是怎么培养的吗 培养好了 留在公司 就是给公司做贡献 走出去了 自己创业的 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对不对 你看马云的格局 对吧 阿里巴巴创始人 马云的格局 巨石一团火 散坐满天星 巨石一团火 啥意思 来到我阿里巴巴 咱就是一团火 全部培养你们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离开了 没关系 散坐满天星 离开了 你们也每个人 都变成了星星 多好啊 不照亮星空了吗 担心怕操干啥呢 你的核心价值观 是永远操不了的嘛 对不对 我从来不在意这个 我真的是 允许同行听课 我们中国很多同行 不允许听课的 看到你同行 直接不让你来听课 但是我是允许同行听课 所以格局境界 再提升一点 你越是这样 你会发现 到最后的结果 是啥 不是说没人来上我的课 是越来越多人 来上我的课 因为他们在网上 听我的课 听了两年 从负债几千万 听到还清了所有的外在 对吧 从要抑郁症自杀 然后现在过得非常好 来会场 即使我讲的内容 是一样的 他们都报课 真的 我就问他为啥 他说周老师 说实话 你现场很多东西 我都听过 但是我为啥还要来 就是因为我太感恩你 我来就是报恩的 我就突然想明白了 你们知道吗 就像我听周杰伦演唱会一样 周杰伦哪首歌 我不会唱 但是我为啥还要去听 就是因为以前 听他的歌是免费的嘛 在我最迷茫 最痛苦的时候 卖MP3的时候 就是听着他的歌 一个人在一个孤单的城市 守候着一个孤单的灵魂 对吧 所以我们爱他 去听他的歌 所以呢 记住 格局再大一点 不要害怕同行超 没关系 怎么能够因为同行超 我们就变成 传统销售了 一对一推销了 那不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吗 对不对 好 第二个问题 周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周老师 真的所有行业 都可以做博商吗 我是做建筑行业的 专门卖一种建筑材料 所以这样的行业 应该如何做博商 或者说如何 做网上的生意 这样啊 不是所有行业 都是适合做博商的 大家能听懂吗 有些行业 如果你是针对C端用户的 C端能听懂吗 你是2C 不是2B的 C就是个人 B就是企业 就这么说吧 如果说你是做建筑材料的 你是要给那些建筑商供货的 对吧 你的客户是建筑商 你是B端 你是2B的 你就不适合做博商 因为博商 永远记住 一定是C端用户比较多 哪怕你是卖手表 我见过在抖音上 卖百杂斐力都能卖出去 我见过在抖音上 开那个客栈的 对吧 卖房地产的 卖车的 都能卖掉 真的 甚至V亚卖火箭都能卖掉 但是 那都是2C的 2C的 对吧 火箭谁都可以买 对吧 按个按键 把你公司的logo放上去 每个企业家都能卖 它是2C的 不是2B的 大家能听得来说什么吗 2C的用户 所以如果你是2B的 我不建议做博商 但是你要跟上 这个时代 对吧 你要了解博商 因为今天你做建筑 明天不代表你做建筑 做建筑可能只是 你其中一条赛道而已 然后这是下一个问题 好 我们继续 周老师 想请问 我尝试把负面事情 用正能量心态去看待 问题想通了 没多久负能量又出来了 然后又需要出动正能量 来去压过负能量 感觉好像正负能量在打架 特别辛苦 周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刚开始修情绪的时候 刚进入修行这扇门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的 脑袋里会有负面的念头 宇宙吸引你法则 秘密这个电影 你一定要看 拿拿半拍的 对吧 就是宇宙吸引你法则 我们为什么吸引不到 我们想要的 因为我们一秒钟 脑袋里可能有84000念头 而大多数都是负面念头 所以要想吸引正面的 很简单 要慢慢的让 关注你的念头 建立一个观察者角色 你要保证你每一秒 诞生的念头 全是正能量的 那难不难 非常难 要建立一个观察者角色 当你一旦产生负面念头的时候 马上升起一个正面 把它给覆盖掉 这个刚开始是非常难的 确实非常难 我这个阶段 最少走了三年 张德芬老师写 欲见未知自己这本书的作家 他也用了三年 那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修的念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那刚开始念肯定难 但是告诉你个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 那就是刚开始 你可能八万四千念 有一大半都是负面的 慢慢的 因为你建立了观察者角色 这一大半变成了一半 慢慢的变成了三分之一 慢慢的变成了五分之一 慢慢的变成了十分之一 慢慢的变成了百分之一 慢慢的变成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到现在为止 你们觉得像周老师这样的脑袋里面 还会不会有负面念头 当然会 只是那个念头已经非常少了 而且它一旦冒出来 我马上就发现了 可能就是万分之一吧 这就是要练啊 这就是要修行啊 修行哪有那么简单啊 对不对 修行修的就是念嘛 如果你用自己每一秒钟都用来转念 你的人生是脱胎换骨的 带着一个觉知的活着 给你们讲讲规律的内容啊 觉知 觉察 觉悟 觉醒 什么叫觉知 带着觉知的活着才叫活着 觉察 随时随地觉察自己的念头 对吧 觉悟我为什么会生起这个负面的念头 这个原因是怎么把它找到 把根拔掉 觉醒 你才能可能觉醒 你可以听一下周老师的这个 喜马拉雅录的一个叫做觉悟片 觉醒片 以前我有专门讲过这个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到你 感谢大家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